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来关心一则社会新闻 花莲县刑警大队接获同报 由詐欺集团转移到花莲来设置机房 并且以假冒检警的模式进行诈骗 而经过专案小组多日的跟肩埋伏之后 锁定确切位置 立刻动员了特勤警力进行搜索攻坚 一举逮捕了林姓祖贤和成员共计20人到案 并且查扣了相关的犯罪用手机、笔电 以及轿站、手册等相关的证物 远景压低身姿看准时机破窗攻坚 知道诈骗集团的机房 让歹徒吓得直接从二楼窗口逃出 诈骗集团锁定高级套房 用高于4家的租金包洞 直接把电信机房搬进民宿当中 警方一件时机成熟 立即发动搜索 一举逮捕林南及成员共20人 并查扣相关账物 发现他们是一架冒中国公安检查机关 以涉嫌洗签重大金融案件等话数 要求监管金融账户 诶骗中国民众交出毕生积蓄 述估至少芯片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该诈骑集团为躲避查器 选择藏身在民宿或者独栋的高级豪宅 并且随时转移位置 经专案小组跟监得知他们的位置之后 在109年12月底 由刑事警察局及本局客行警力 持搜索票进行攻坚 一举逮捕 灵性主嫌等20人盗案 并查扣公犯罪所用的手机 笔电及交诞手册等证物 全案以涉嫌诈欺及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诈骗集团所利用犯罪 所得购买的手机笔电等 检察官也会依查扣薪制 变卖来偿还被害人损失 本次的诈骗的对象 都是以港澳地区民众为主 大约10余人以上 所得的金额大概在100人民币 为了规避警方查契 由林姓祖贤设立的诈骗机房 每隔两周就会机动转移阵地 这次从墾丁一路北上来到花莲 注点不到六天就被警方攻坚逮捕 而警方也呼吁民众一起维护家园 如果有发现任何可疑不法情事 就要立即报案提供线索 以立警方查契 共同维护社会治安 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